一次是 四歲就這麼棒 所以代表我們國家的教育成功了 我們的家庭教育也成功了 因為我們從小就在落實這樣的藝術教育 對不對 好 這個是呢 薩斯崩 這叫高音薩斯崩 但是它不是最高音喔 還有一次更高音這樣平刻了喔 對不對 怎麼唸啊 好 它這麼短 所以呢 其實我們中國的老祖宗是很厲害喔 我們在皇帝時候呢 就知道用三分損益法喔 所以三分損益法 我們相傳皇帝是不是九五之尊 所以我們的皇宗聽說只有九吋長 那就是以它為C 那用三分損益法呢 就可以製造了好多好多的樂器跟十二平均率 所以可以發現喔 越小支 越細的樂器 音會怎麼樣 高 你看剛剛那個歌歌 上低音號 比較大支 對不對 所以聲音會怎麼樣 低調 對 很好 聲音會比較低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呢 那是三分損益法 有沒有什麼技術啊 好 剛剛已經表演過了 好 它現在呢 好 它現在呢 來 看一下一分損益法 我們做一點點小小的片段介紹 我們都知道呢 荒木蘭要從軍之前 它有沒有很多閨蜜 呃 女性的朋友 有 一定有很多朋友 有 一定有很多朋友 那它有很多東西朋友 那其實呢 它很不想去當兵 因為它是代替從軍 對不對 那這些閨蜜呢 就勸它說 沒有關係啦 其實去那個地方呢 而不讓它當成四美帝的錯誤 那去體驗一下呢 軍中生活 好 那 那我們現在呢 要演奏這一段呢 就是閨蜜呢 在因為 其實呢 在她去從軍之前呢 閨蜜呢 因為荒木蘭的個性呢 就是比較 比較中心 我們不能講比較更中心一點 好 比較 比較 應該講中心也可以啦 所以呢 閨蜜希望把它打敗 不要再明明了 所以呢 這一段呢 是在 是在講一句 就是她在打敗的過程 好 我們要從她 練習 跟中心 在講一句 挑戰 我們現在這個 For example MOTOR 人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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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 人家 人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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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